咱们要弄清楚什么叫生产关系 对吧 生产关系不光是一个 这个到底财产所有制 对吧 还是有还有生产过程中 人们之间的最主要的关系 生产关系最主要的关系 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一个 工人阶级要当家做主 肯定是他有管理权 他有这个决策权 所以这个表现在文化革命 最突出了 因为文化革命以前呢 好多都是说是解放了 但是呢 生产领域呢 执行了很多 要么是西方的 要么是苏联的 马刚宪法 议长制 然后他是比较 所以说官僚化 你看那个什么 那个托派 讲的官僚化 在这方面 恐怕有一点 就是他那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一言堂的 就是一种 等级分明的 然后呢 就是一个 工人呢 就是一个 执行命令的 就像一个军队似的 对吧 他不是一个 发动依靠 相信群众的 那么一个大生产的东西 那么在 在中国搞 生产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也做了很多 探讨 就怎么去 在生产领域 去体现 不光是体现 就是怎么去发动群众 因为你搞生产 你看 在社会主义时期 在无产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时期 那工人 不能被随便解雇了 他也没有奖金 那没有胡萝卜 没有大棒 那按照这个 主流心态的说法 那简直生产 是没法进行的 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他就是靠胡萝卜和大棒 什么是胡萝卜呢 你要这个 好好干 我给你奖金 你要不好好干 把你开除了 所以他是用这种办法 来激励人们去生产 但是没有胡萝卜 没有大棒 怎么去生产 走子派呢 就觉得是不可能 走子派呢 他们就是一己度人 因为他们自己 为什么要捍卫自己的官僚特权呢 就是他们认为 人们奋斗的目标 就是要自己的这个待遇啊 福利啊增加嘛 然后呢 他这个反对群众监督啊 第一是群众监督 不是反对 第一是群众监督 那么他们就认为 你工人群众 你说话干什么 你提意见 那你多管闲事 你就好好执行 我们制定的方针就行了 我们把生产弄好了 你就好好干就行了 那么你要是没有积极性 我给你点奖金 我给你点这个物质刺激 对吧 所以你看啊 前一段时间有人问我 物质刺激和暗劳分配的差别 我当时一愣 这两个不是词很不一样吗 但是你怎么去区别它呢 我想了想 它两个的出发点不一样 你想想 物质刺激 这个是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出发 我怎么刺激你干活 对吧 暗劳分配 是工人籍 大家做主 怎么去分配我们的这个劳动果实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这个生产队里边最典型的 对吧 一个农业生产队里边 人家是暗劳分配 因为一年到头都辛苦了 然后这粮食啊 这个钱怎么分 那就按照你的工分 按照你的劳动的多少 这是暗劳分配 这不是物质刺激 物质刺激是一个 一个一个统治者 对底下人的态度 叫物质刺激 所以你自己对自己 什么叫物质刺激 那就叫暗劳分配 所以物质刺激呢 就没有把工人自己 当为国家的主人 他是一种局外人 是一种促使 炮灰去干活的那种视角 所以他和暗劳分配 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 现实中又出现有些问题 就说你要不要 适当的奖励 就是说奖励啊 按劳分配啊 这些呢 和政治挂帅 不能搞绝对的 这里边还是有一个 辩论的关系 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需要一步步提高的 那么毛泽时代呢 表现在什么 工资虽然没有涨 但是很多物价 往下降 你看那个工业品啊 手表 手表不算 但是收音机 我记得特别清楚 收音机的价格 往下降 好多东西的价格 往下降 工业品的价格 慢慢慢慢往下降 你可以说 他降的幅度不够 因为随着劳动 生产力的提高 他的价格 应该下降的 比较多 所以他下降 你可以说不够快 但是工资不变 物价下降 在好多工业品上 物价下降 那等于收入极高了吧 同样的道理 所以生产关系 文化大革命怎么改变了生产关系 这里边体现的最直接的 就是这个三结合的各委会嘛 工人 而且你看 他是搞不光是干部群众 还有这个老金冲 过一开始干部 造反派 干部和这个军人 那么军人走了以后呢 就是老中青啊 然后搞什么 这个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 搞三结合的这个 技术革新 技术革命 所以 反正我记得在光华的时候 有那干 那工人群众 有那种本能的 自发的 就是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 理所当然的 就是干部做的对不对 他觉得 当然我有权力批评啊 当然我有话语权啊 所以 他不是在底下发牢骚 新代理人呢 就是 你看网上 对他们领导啊 对什么政策 他是发牢骚 他是这个 风凉话之类的 但是 在工厂里边 大家都是 有话直接说啊 有话直接说 会里边说 开会的时候说 然后呢 这个贴大自帽 然后呢 工人有时 对领导有什么意见 比如说 涨工资啊 或者是 福利上有什么问题啊 觉得不公道啊 怎么了 工厂里解决不了 到居住区 跑你家门口 不当你家的孩子 直接大骂城长 这叫 当家做主啊 这里边 所以呢 我就记得 当时的干部啊 他 要 干部的威望 不是因为 上面指派给他的 真的 你上面指派谁 干 如果工人不认你 哎呦 那你就是指挥不动 指挥不动 因为你想想 我在美国学模样工 但是在中国 他可以消极抵抗 他就是 你比如说啊 如果 如果我们当时 涨工资 这个名单啊 我们是 比如说五个人里边 有两个人 涨工资了 结果呢 领导呢 决定了另外两个人 不是我们认为 应该涨工资的 哎呦 那麻烦了 领导派活 你说 让他去 他涨了工资了 让他去 我没涨工资 你指挥不动 因为他有铁饭碗 你真指挥不动 所以呢 你要是没有 在公认里边 没有微信 你村不难行 那么你的微信 从哪来呀 就是说 你你做事 你做指挥 大家认为是 合情合理的 啊 有道理 然后呢 你是吃骨在前 享受在后 啊 你你你甚至有自己加班 啊 然后呢 你你动员 你说 你你把道理讲清楚了 工人阶级 大多数 他是闲不住的 你看到你们的 长辈 你们的街坊邻居 你们的同学 你知道好多人 是闲不住的 真是闲不住 我就知道 我在光华当工人的时候 好多人 把自己活干完了 跑到旁边的人 帮着人一边干 一边聊天 一边干活 或者拿着条 扫地啊 干什么 他眼里有活 有好多人 真是闲不住的 他就 在家里边 闲不住 在工厂 闲不住 真是以 一场为家 那是主人公精神 所以呢 那么你一个领导 如果得不到工人的认同 哎呦 那真是难办 真是难办 所以呢 他们说大官犯洋懒汉 如果在矛盾时代有 那就是那些高带上的干部 调动不了工人 那么工人是消极抵抗 不光是消极抵抗 罢工呢 罢工 拒绝对吧 矛盾 所以干群关系 如果僵化了 会出现代工 消极代工 甚至罢工 那么真正的大官犯洋懒汉 是出现在改开以后 因为当时还有铁饭碗 但是奖金呢 由领导说了算 导致了工人就发现 谁得奖金 谁不得奖金 不是按工人认为 谁应该得 而是领导认为 谁该得 所以呢 后来 这个在我们工厂 我们工厂的工人给我反映 特别 特别厉害 人家说 有个顺口六二说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横批 不服不行 所以那工人就消极代工 真是消极代工 所以他必须砸铁饭碗 就是这原因 他用农民的农民工啊 用河东工啊 替代正式工人 因为正式工人有保障 所以他们说了半天 我就觉得 开始我特别纳闷 什么大锅翻羊 我们在那工厂里边 没有这现象啊 我是到了美国 在学会牧羊工的呀 后来我经常回到光华去 跟工人聊 我才发现 哦 是这么回事 哎呀 真是 消极代工 真是 你想想 你心情不爽 你当然不干呀 这很自然的东西 所以生产关系 最核心的 说到底 就是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啊 那么 在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 是奴隶主 拿着鞭子 脱视这个劳动者去干活 封建社会呢 它是通过租赁关系 对吧 呃 你租的租赁 在中国是呀 租赁的关系 啊 那么呃 这么一个 呃 所以地主算不上一个生产的组织者 但是起码他和这个呃 这个就是农民的关系 呃 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那这部分的社会 那就是靠工资奴隶啊 啊 靠工资奴隶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在在美国 我得呃 要能明白 为什么南方的这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 为什么不能推广到北方 工业啊 那这里边就是一个呃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呃 现象 就是因为在南方 这个呃呃呃 奴隶们生产的是烟草和棉花 那么呃一个监工骑着马拿着鞭子 能看着几十个奴隶在那摘棉花呀呃 摘这个烟草啊之类的 所以他监督成本非常低 但是你想像这么多奴隶 从事纺织业啊 啊 棉房厂的女工啊 都如果都是奴隶 他没有积极性 那么你每一个奴隶背后还需要一个监工 成本太高 不可能 所以工业化呢 就必须是胡萝卜加大棒啊 啊 那就是呃给你工资 然后你不好好干把你解雇了 对吧啊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 这个编证关系特别有意思啊 那么呃 在矛盾时代呢呃 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以后 怎么去体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 那就是工人在生产线上 他对领导有批评权利啊 他有监督权利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最有效的就是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存在 比什么大字报啊 大辩论了啊等等还厉害 因为呃 一个领导呢 他对付一个人写大字报好办 他对付一个群众组织那就麻烦啊 所以为什么呃改开以后呢 去敌了这种大字报去敌了群众组织啊 他就去敌了啊 工人阶级有效的啊 监督啊 自己政党的一个一个工具啊 所以文化大革命呃说起来其实犯了两个不可避免的错误啊 一个是踢开党委闹革命 但是没办法你当时党委走资派嘛他就不允许去群众起来 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错误啊 所谓的错误吧啊 但是呢后来党的组织恢复了啊 另外一个呃也是不得已的啊 除了上海其他地区的这个造反派都倒齐了啊 因为呃群众组织组织起来以后打派仗 哎呀真是闹你没办法 组织起来打派仗啊 应该最好的办法就是应该呃 既有群众组织又有党的领导啊 所以群怎么去把群众组织和党领导同时存在 而不是互相消灭啊 啊这个是将来的工人阶级需要探索的啊 因为我就认为嘛呃社会与社会一个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人民内部矛盾 就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矛盾啊 这个这个那个呃脱派啊右派啊呃 他们是通过否定党的领导啊 那么呃这个呃咱们叫他斯大林主义者啊 或者叫一些这个呃走子派啊 他们是通过否定群众监督啊 来实现这个矛盾克服这个矛盾的啊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啊呃工人阶级离开呃自己的先锋队 不可能掌权 同时呢呃工人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群众组织 去监督自己的先锋队 那么先锋队一定会变质啊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呃一个经验教训吧 啊所以呃这是一个最对所以文化革命对生长关系的一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一种群众自觉的自发的呃去呃监督各级领导啊 通过大字报大明大放通过呃这种半独立的群众组织 你想想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他我叫他是半独立的 为什么叫半独立的呢 因为他呃一个工厂的群众组织不能被工厂的党委所去敌 但是工厂上边的比如说北京市 北京市委可以说你这工厂的某某个组织是呃反革命组织把它去敌了啊 所以同级的啊北京市的没法去敌北京市的群众组织但是中央可以啊 所以这里边就半独立的啊因为他经济上依靠当地的呃因为毕竟呃 呃执政党掌握着财权嘛所以他是半独立的啊哎特别有意思呃从社会学同各种学者呃研究文化大革命 你就发现反正我就发现好多西方的学者哎呦真是他们真不懂真不懂哎呀这里边呢你不也不研究呃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你你就是瞎说八道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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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